为了参加亚运会,孙星明将缺席英超的前四轮联赛,每日进报指出热则这次承担了巨大的风险, 但他们依然决定让孙星明跟随韩国U23国家队参加在印尼亚加达举办的亚运会,如果孙星明此番能获得免负兵役的特权,热刺也能从中获益,因为那样的话,他们就可以与韩国天王续约了。 上赛季,孙星明在英超发挥强势,惊吓的世界杯上,他的表现也相当优秀,带领球队击败了强大的德国队,世界杯结束后,很多球员开始度假,但孙星明不行,他需要去韩国U23国家队报道,近日,韩国公布了U23参加亚运会的名单, 孙星明以超零球员的身份入雷,亚运会并不属于国际足联的赛事,也就是说热刺完全可以不同意孙星明参加这样的比赛,但是,热刺最终决定不给孙星明设置障碍,参照英超赛程以及亚运会的赛程,孙星明应该会缺席英超的前四轮比赛,这会严重影响波切蒂诺的排兵不振,韩国U23主帅向热刺表达感谢, 我们必须感谢那些俱乐部,他们的大度让这些球员可以参加亚运会,这次亚运会很可能是孙星明争取免除兵役的最后机会,如果不能圆梦,孙星明最持续要在2020年7月前取服兵役,而热刺和他的合同正好在2020年6月到期,热刺方面自然是希望孙星明被免除兵役的,孙星明已经是热刺封线上的重要力量, 英媒体一直称热刺想与他续约,但却迟迟不见动静,显然,热刺正在等待孙星明此次亚运会的结果,只要孙星明拿到豁免定义的特权,热刺会很快与他续约,但如果孙星明无法获得豁免定义的特权,热刺很可能选择继续等待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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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